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K1 今天我要來跟大家分享兩款不同的HDMI分配器 那分配器簡單來說就是一個訊號分成兩個訊號 就這麼簡單 那看來這兩款的分配器都有支援HDMI 2.0 也有支援4K 60p的影像 那我們就直接來開箱 那待會也會來測試一下到底哪一個會比較好 或者是兩個根本用不出差別 這也是有可能的 那我們先來開箱這個雜牌的 這盒子裡面有一本說明書 還有一個非常小非常短頭的5V直流變壓器 OK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第一個雜牌的HDMI 2.0 4K 60p 的分配器 那外觀就是1 2 3 Input 在正中間很神奇 那Output 1 2在旁邊 5V直流有一個開關 讚讚 那前面還有三個LED指示燈就是Power Output 1 2 OK那這個雜牌的分配器開箱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非常簡單 那我們待會也會做測試 那接下來我們直接開箱這個Animax OK打開盒子裡面就有一個Animax 這個Logo質感感覺好很多 至少有一個品牌名稱 剛剛那個根本就是雜牌名 完全沒有Logo 那它還有特別強調它是HDR HDMI Splitter 1分2 那盒子裡面一樣有附一個5V直流變壓器 跟一個產品手測 接下來我們就直接來看Animax的分配器外觀 那正面有一個開關按鈕 超棒 那還有一整排非常浮誇的LED燈 有Power有In的E2 然後有2.0應該就是HDMI 2.0 那Minimax我不知道是什麼 還有一個非常特別的Audio 左邊右邊都有流散熱的孔洞 可能它會變很燙很燙 那背後還有一個5V直流電輸入 還有HDMI IN跟OUT 那它的HDMI IN不像剛剛的雜牌 是放在正中間 這一個Animax的IN是在最右邊 這設計比較好 那Animax的分配器 就比這個雜牌的分配器 還要小了一小截 所以整體看起來外觀 我是覺得我比較喜歡Animax 那我們現在馬上就來接到電腦來測試 看看分配器這兩款 到底有什麼差別 哪一個比較好 哪一個比較不好 我們就現在立馬就接到電腦 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來到電腦之後 然後我第一個想要測試就是分配器的開機速度 所以我會先都射到OFF 然後我們把訊號全部接上之後 再開啟 看哪一個速度比較快 那我們就先來測試第一個 雜牌的分配器 我們三個螢幕都有亮起來之後 我們就把分配器關掉 然後3 2 1 打開 那我的測試是它花了8秒鐘 才亮起了兩個不同的螢幕 而且亮起來的速度還不一樣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就是這樣 8秒鐘 開機速度 接下來我們來測試這個 ANIMAX的分配器開機速度 OK 所以我們現在兩個螢幕 同時都連接到了ANIMAX分配器 那我們現在來測試 開機速度 關機 來3 2 1 開機 所以ANIMAX這個分配器 花了7秒鐘 就少了整整1秒鐘的開機時間 但兩個螢幕不同時間開機 那好像是螢幕的問題 跟這個分配器沒有關係 接下來我要來測試影像品質 還有相容性的問題 因為我現在接出來兩個螢幕 這個是2K螢幕 那下面這個是1080的螢幕 就是4HD的螢幕 那看看會有什麼分配的問題嗎 還是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我們就現在來研究看看 那我們現在ANIMAX裝上來 所以右邊這個2K螢幕 它接收到的是2K的解析度 2560×1440 60Hz 那下面這個螢幕也是一樣 也是2K 60Hz 所以看起來是沒有什麼問題 接下來我們就直接切換到我們的 雜牌分配器 那我們看看它是不是能正確的輸出 2K螢幕跟1080P的螢幕呢 對我發現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就是這個雜牌的分配器 它會以比較低解析度的螢幕為標準 所以如果你接了一個1080 接了一個2K螢幕 那它會以1080為準 所以輸出 它沒有辦法輸出到2K1080 它只能1080、1080 這就是最大的問題 所以如果我兩個螢幕同時接上 我現在是分開接上 所以2K螢幕現在解析度是2K沒錯 那我一接上1080P的螢幕 那兩個影像就會同時變成1080 就是一個 哇塞 致命傷 那現在如果我要再把我的1080P的螢幕拔掉 那我們右邊的螢幕又恢復到2K的解析度 所以這就是一個非常大的缺點 我們就 嗯 放在心上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兩個分配器各有什麼特殊的功能 就是 與眾不同的地方 OK那這一個雜牌分配器 它就沒有什麼特殊的功能 它真的 就是一個分配器 就是 一個進、兩個出 就這麼簡單 像這個ANIMAX就多了非常非常多的功能 像它有 INPUT的指示燈 跟E2訊號的指示燈 所以這樣子排出 訊號問題 這樣就會比較簡單 如果我的INPUT有問題 它這裡就不會亮起來 那E2連接正確 它這裡就會亮起來 所以 就 連接會方便很多 如果你要排出一些問題的話 那這邊還有一個2.0的指示燈 就是 如果你的線 跟你的訊號源有支援2.0 它這邊就會亮起來 HDMI 2.0 那最右邊還有一個Audio的按鍵 可以選擇Mini跟Max 那我猜是 音訊的大小 那我也不知道 我們現在馬上就來測試一下 看看我說的是不是正確的 所以這個ANIMAX上面分配器的 Mini跟Max的 Audio功能 我覺得 其實沒有什麼功能 就是 完全感覺不出來 有什麼差別 它說明書上面寫說 它的HDMI輸出音頻支援 EDID管理功能 所以有 Max跟Mini 兩種音頻模式可以選擇 但是我聽了超級久 我研究了超久 我覺得幾乎是沒有什麼差別 可能是我的裝置沒有支援 這個是什麼神奇的 EDID管理功能 但是 我就覺得沒有什麼用 就 聽起來就一模一樣啊 就Mini跟Max 就完全一樣 我覺得就 正常使用應該是 大家也是分不出來的 那最後一個測試 我想要看看我們的品質的部分 那我覺得兩個品質都不是非常好 那ANIMAX外觀看起來還不錯 但是它裡面 有一個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在搖晃的聲音 那這個雜牌的分配器 它整個外殼 就感覺快要解體的感覺 就不是非常好 那如果我兩個要選擇 我一定會選擇ANIMAX這個分配器 它至少有一個LOGO吧 而且它 可以正確的輸出 2K跟1080的尺寸 那這個雜牌的就沒有辦法 它會以比較低的去輸出 所以這個問題很多啊 OK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兩個HDMI分配器的分享影片 那當然喜歡這個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們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開箱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OK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掰掰